剑腹轮很多人都见过,觉得一个轮子没有什么难度,作用也不大,那你真的就不懂剑腹轮了,剑腹轮能减肥吗? 剑腹轮锻炼是可以减肥的,剑腹轮能帮助锻炼到身体的各处肌肉,尤其是腹部,腰臀部,手臂,在锻炼到这些部位的肌肉的时候,不仅能起到紧实肌肉的作用,还可以帮助消耗热量,燃烧多余脂肪, 提到肩腹促身的效果,如何使用剑腹轮减肥呢? 剑腹轮的标准姿势,手握剑腹轮,满膝溃地,其实具体用法不难,先双膝溃地,手拿剑腹轮并弯腰,然后推开剑腹轮,身体慢慢的向前倾,保持膝盖跪地,胸部尽量触地,另外为了避免膝盖受损,膝盖部位可以变一张于加弹,胸部尽量接地, 推开剑腹轮的时候,臀部不要撅起来,也不要让背部下下凹险,为了效果,你需要让胸部尽量触地,背部成略微的弧度, 然后让背部成略微的弧度,或者至少让背部保持平均的状态,说到这里,漫妄百科还是想补充一句,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动作对不对,最好先咨询专业人士,因为方法错了,可能会伤害到你的下背部,身体未达到顶部别吸气,身体还没达到顶部时,不要哭泣, 应该在身体贴近地面时,再呼气稍作休息,然后吸气弯曲你的背部,最后再回到初始的状态,如此百步多做几组,除了剑腹轮还有哪些减肥方法呢? 跳绳跳掉肚子,动作协调的上下跳跃动作,能力腹部肌肉充分伸展,每天坚持五分钟,腹部脂肪虚无踪,吃苹果瘦肚子,在好几年前,就已经有人为苹果量身定做了一套瘦身的方案来,还曾经引起一阵苹果减肥法的热潮呢? 事实上苹果的确是受神的风雨池果,它有丰富的果胶,可以帮助加速排毒功效,并降低热量吸收,此外苹果的角质也多,可以防止退步水肿,慢慢地咀嚼有点硬度的苹果,将成本事放出来,不仅有饱足感,而且它的卡路里热量也不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